421 回家 休 艾比与卡布里两人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用一张Joker嘲讽了整个蔚来组织的欧洲分布 然后攻城身退 在欧洲和北美的时间行者圈子里 也留下了关于他们的传说 当人们开始复盘的时候 大家发现 卡布里与艾比两人几乎就以两人之力 挑起了整个欧洲时间行者组织的大混战 促使蔚来 神代 路导三败俱伤 有人说 他们是北美本土的另一个组织王国的卧底 卡布里先前那玩世不恭 爆发炫富的嘴脸 也被评为了最佳男主角 在演技这方面 艾比就稍显逊色了 不过大家对艾比的称赞是 当卧底都快当成欧洲分布的老大了 也挺厉害的 当然 只有蔚来组织内部对此事有些疑惑 他们的第一个疑惑点在于 艾比与卡布里临走之前 为何要删除自己在网络上的所有痕迹 蔚来组织的第二个疑惑点在于 那位负责删除一切的黑客高手 是怎么做到当面删除后还 丝毫没有留下痕迹的 而且 对方删除所有信息之后 为何会开了一局大富翁游戏 这是在暗示什么 又或者是在嘲讽什么 第三个疑惑点在于 Joker到底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新的组织 也没听说 王国有放一张Joker的习惯 这一切似乎都成为了悬念 未来组织自己都搞不清楚 也没法跟外界解释什么 欧洲发生的事情 被北美的热心群众 迅速搬到了网上 全世界人民 都开始关注着这件事情 毕竟 这还是各大时间 行者组织的第一次混战 不过 老百姓们关注的焦点是 这些超凡者 都使用了什么能力 到底哪个超凡者最厉害 是可以释放射箭的迈克 还是陆导的李允泽 这场战斗里 有没有人使用竞技物 竞技物的作用又是什么 计谋方面 哪边更厉害 总之 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关注焦点 更像是在关注一场比赛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们甚至想给每个超凡者 列出一个对比数据来 在这些故事里 Joker和A级超凡者 是真正的主角 庆辰则是一个媒体 连名字都懒得调查的配角 而这位配角 此时和泱泱坐在偷渡船的船舱里 看着黑电电的环境 他们坐的可不是游轮 而是一艘来自中国的小货船 船员都是中国人 货船给他们安排的 也不是之前说好的船员宿舍 而是货舱 这时 货舱的门打开了 有人扔了一盆稀饭进来 给 吃吧 说话的语气 就像是村里的汉子在喂狗一样 庆辰与泱泱相视一笑 似乎并没有什么委屈的神色 他饶有兴致地问道 我们付了足够多的钱 买的也是船员宿舍 其中包括两荤两素的伙食 现在你们坐的 跟你们说的可不太一样 那汉子冷笑道 你吃不吃 不吃的话 我拿去倒进大海里 等你们饿个两三天 就明白这船上是谁说的算了 汉子继续说道 你们这种偷渡客 我见得多了 以为自己是谁啊 到了这船上 还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要不我去给你们 钓一条金枪鱼吧 给你们坐自身吃 庆辰说道 那你这涉嫌虚假宣传啊 汉子冷笑 你们都是有暗底 在身上的人吧 难不成还敢去举报老子 到了暗上 老老实实滚蛋 如果你在路上 还这么闹的话 现在就给你扔进海里 庆辰倒是第一次体验偷渡 他之前就听说过 很多偷渡船的舌头 会把人先骗到船上 然后将偷渡客随意走令 这些年 光是闷死在船舱里的偷渡客 都不知道有多少 汉子临走前冷笑着问道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 庆辰举手 我确实还没吃过金枪鱼刺身 想让你们帮忙捕捞一下 谢谢 汉子愣了一下 硬是被庆辰给气笑了 他撸起袖子 朝庆辰走了过去 我看你是真的疲痒了 啊 半个小时候 船上除了长能的人以外 所有船员都鼻青脸肿地 默默站在甲板上钓金枪鱼 船上的海钓鱼竿 其实只有三副 而船员却有二十多人 那些没有鱼竿的人 硬是站在那里 摆着钓鱼的姿势 不是他们想装样子 而是身后那两位英雄 想看他们钓鱼 有人小声对身旁船长说道 船长 你不是说 这次带到两头肥羊吗 这特么乃是两头肥羊啊 你这是带到了两个爹吧 阿姆斯特丹的街头 一位高大的白人 正走在街头 那里 正是李明豪引爆 黑锁金炸弹的地方 街道两侧是燃烧的废墟 原本美丽的城市 也因为这次事件 导致游客人数锐减 连许多百姓 都纷纷逃亡其他城市 投奔亲友 这位白人 在某一处站定 他的胸口 带着一枚金色的徽章 为一章上有着 Kingdom的字样 Kingdom 王国 下一刻 街道上出现了蓝色的虚影 像是有人用蓝色的荧光 比将整条街道的轮廓 给描摸了一遍 紧接着 那蓝色的虚影 开始不停变换 街道上出现了一些虚影的人 但那些人 都是倒退着走路的 现实世界从来不曾改变 而那虚影 则像是有人在播放电影时 按下了道带键一样 以完全清晰的角度 对这条街道上发生的一切 进行复盘 虚影倒流的时间越来越快 直至爆炸的那一瞬间 冲天的火光无声收敛回去 炸碎的垃圾桶 也重新拼凑得完好无损 被火焰先飞的时间行者们 重新站回了原地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不对 白人男子平静道 爆炸的时候 卡布里和艾比两人已经失踪了 说完 他朝面前的虚影挥手 那影像竟再次倒流 那时李允则与W的战斗 白人男子认真地关注了一会儿 但并未在此停留 直到某一刻 他抬着的手掌突然紧握 影像停顿了 白人男子朝W的后方走去 看到了正站在原地的 卡布里与艾比 然而就在此时 他忽然看到了 两人手腕上缠着的丝线 这虚影 竟是将提线木偶的线 也勾勒了出来 白人男子顺着丝线一路找去 终于找到了角落里的某个人 对方低着头戴着兜帽 看不清面目 可当白人男子 想要看清楚对方的长相时 却见那人突然抬起头来 刹那间 白人男子心中一记 那漫天的蓝色荧光虚影 顿时消散 仿佛 他看到了某个不可窥视的存在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况 此前从未发生过 要知道 白人男子就算复盘迈克 搭败了 李允泽的虚影 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难道对方已经是半神的存在了 不对 如果对方是半神的话 哪还用这么费劲 来多少时间行者 都不够一个半神碾压的 如果现在表世界真的出现半神 那对方就是无敌的存在 时间行者里 如果在这个阶段出现半神 那早就把各大组织里 一个变了吧 白人男子 想要再次使用能力复盘 可他竟发现 自己的能力 在这条街道上失灵了 他皱起眉头打出一个电话 第一件事情 李允则保留了很多实力 这位A级高手 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对方非常冷静 也非常可怕 第二件事情 除了艾比与卡布里之外 还有第三个人 虽然我没办法 找出他的身份 甚至无法通过虚影 看到他的样貌 但我很确定 他就是操控整个事件的人 那位Joker 这时 他身后响起 全杖敲击地面的声音 白人男子回头看去 何金秋 你来杀我 何金秋笑着说道 不 我来跟你聊聊合作的事情 422 时间行者联合会 修 何小小的群聊理 文王 欧洲的事情你们看了吗 他们那边的A级 好像很厉害啊 不知道何老板 郑老板 能不能打得过 换语 据可靠的小道消息称 郑老板与那个麦克交手了 两边没有分出胜负 但麦克身上的伤 明显比郑老板多 闯王 小道消息哪有可靠的 Zerd突然在群里 at竞技物A4999 何老板 我听说这次神代和路导 在欧洲集结 其实原本是打算去追杀 白昼成员庆臣的 对吗 竞技物A4999 并未回复 而群里的其他成员愣住了 他们还不知道 如今轰动全世界的事情 竟然还跟他们 本土时间行者扯伤了 热搜里也没人提啊 Zerd继续at竞技物A4999 好歹说两句吧 九州不是外事机构吗 欧洲的事情 你们参与了吗 新号 竞技物A4999 本着不干涉其他时间行者 组织内政的原则 九州向来不参与 组织之间的争斗 对于此次死去的神代 路导 未来组织的时间行者 我们抱以深切的同情与遗憾 大家明白了 九州应该是参与了 Zerd又at竞山 郑老板不是只负责国内吗 怎么出国了 下次大家一起啊 我也想玩 竞山 下次一定 郑远东此次出国 让人很意外 但这并没有什么 中国的惯例 就是 穷则牧林友好 达则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懂得都懂 Zerd在群里发了一段 带哭腔的语音 我崇拜的白昼成员 竟然死在异地他乡 我要去欧洲 找到他的尸体带回来 帮他安葬 幻语突然说道 你的戏 能不能别这么多 Zerd 好的 其实幻语本能认为 这件事情有点问题 白良的庆尘 会被卡布里这种臭鱼烂虾杀死 那他妈不是开玩笑的吗 俗话说 最了解你的人 可能就是 你的敌人 这句话放到幻语身上 一点都没错 如今很多人都相信 庆尘死了 唯独幻语不相信 就冲白良搞事情的能力 这时候 有人给幻语说 其实欧洲大混战 就是白昼搞出来的 他也信 亲王突然说道 我感觉 其他地区的时间行者 都比较团结啊 整个北美除了两大时间 行者组织以外 散人是非常少的 但咱们国内好像不是这样 如果有一天 北美的人打过来了 咱们怎么办 群里的静山说道 昆仑将组织成立时间 行者联合会 地点在正成 举办时间就在近期 昆仑将会给所有 加入群聊系统的时间行者 发出邀请函 欢迎各位踊跃报名参加 所有人看到这则消息 都愣住了 这是九州与昆仑 达成交易的意思啊 九州同意 与昆仑共享这个群聊了吗 似乎昆仑也意识到一个问题 不管他们是否将 时间行者纳入昆仑 起码得先让时间行者们 有一个组织归属才行 不然的话 国内时间 行者的人心都散了 进山 届时 昆仑也会与大家共享时间 行者学院的事情 敬请期待 倒计时15天 海城洪桥机场 开往洛城的G1938次高铁 到站了 这趟车从海城出发 途经正成 算是正成与洛城 往返的主要班次之一 孙楚慈带着团子等人下车 每个人都在讨论着 晚上要吃点什么 团子蹦蹦跳跳地说道 听说洛城的夜宵 要去小街天府吃 那里又便宜又好吃 是洛城本地人 都经常去的地方呢 还有翁记包子铺 国强胡辣汤 铁蟹羊肉汤 伟家鸡汤 孙楚慈笑了笑说道 我表弟南宫园宇是洛城人 他现在已经在站外等着我们了 到时候 他领着我们去吃 绝对不会有错的 说到这里 他突然看到 前方有一个背影 令人感到莫名的熟悉 团子好奇道 怎么了 看到谁了 孙楚慈摇摇头疑惑道 总觉得莫名熟悉 等等 他确实看过那个背影 就在李世界十号城市某个烤肉店 对方带着数十名下属离开时 给孙楚慈留下了绝对深刻的回忆 所以他才对这个背影如此敏感 快 走快点 孙楚慈焦急地往前走去 团子等人 拖着行李箱 在孙楚慈后面一路小跑 只是前面那个背影走得太快了 转眼间便消失不见 孙楚慈怅然若失地站在站台上 算了 也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然而 当七人出站时 他却愕然看到自己表弟南宫元宇 就站在出站口 而表弟身边的那个少年 不正是他们在李世界 曾崇拜敬仰过的人吗 远远的 却见少年跟南宫元宇 随意说了几句话后 便上了一辆崭新的麦巴赫后排 在这辆麦巴赫后面 还有一辆一模一样的麦巴赫 两辆车扬长而去 南宫元宇也看见了孙楚慈 他兴奋地大喊 表哥 你终于来洛城了 423 他也是时间行者 秀 南宫元宇经常去正城 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寄宿在孙楚慈家中 两人算是关系非常亲近的表兄弟了 他笑着说道 等会先带你们去老洛城面馆 尝尝这里的特色 等晚上再带你们吃夜宵 但孙楚慈现在并不关心吃的事情 他直接问道 刚刚跟你说话的那位是 他回忆着 刚刚那位气场十足的背影 忽然觉得 更像自己认识的那位大人物了 南宫元宇愣了一下 怎么了 你们认识 那是白昼的重要成员 似乎刚刚刚从外地回来 孙楚慈迟疑了片刻 你们共济会跟白昼很熟恶吗 最近这个组织 似乎常常被人提起 应该算是很熟吧 白昼对我们很照顾的 之前共济会在理世界遇到了一些危险 也是白昼帮我们脱离险境的 南宫元宇解释道 如今 共济会跟白昼的关系很好 之前 郭虎禅带着共济会 在002号禁忌之地里 假装迷路 想要收买一波人心 结果大光头把戏演足 却被沁尘收割了一波 共济会的感激 立刚与你聊天的那位叫什么 孙楚慈好奇道 这个好像没什么不能说的 他叫沁尘 算是白亮那部最核心的人物了 很多事情都是由他做主的 南宫元宇说道 怎么 你真的认识他 孙楚慈与团子等人面面相去 还真的是那位大人物 来之前 他们还在讨论 白昼是否能跟海城举阵 京城红叶相比 现在看来 他们对白昼的认知 还是肤浅了 就算举阵赚钱能力 影响力再大 那也只是在一城之地 他们内部的那位黑客 在理世界也一样不敢暴露 对于真正的权势人物来说 黑客又算什么呢 而沁尘不同 这是联邦真正的掌权者 是拥有执法权的呀 而且 孙楚慈回忆着烤肉店的那个夜晚 很难想象到 那位被数十人保护 簇拥的少年 竟是一个跟他一样的时间行者 嗯 孙楚慈面色复杂地点点头 你知不知道 他在理事界已经执掌了 PCA联邦中情局的情报 一处七组 成为了最年轻的督察 有人还说 他可能会成为联邦历史上 最年轻的 PCA联邦中情局局长 在十号城市里 是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说完 孙楚慈看向南宫元宇 却发现对方并不吃惊 你知道这件事情 南宫元宇摇摇头 我虽然不知通 但我仅不意外 表哥 你还不了解白昼这个组织 现在就算有人给我说 白昼成员里出了某位财团家主 我都不是特别意外 如今 南宫元宇 他们每天都会去罗万亚的别墅里 跟大家一起修行 眼瞅着这半个月的时间 共计会成员平均实力 都已经成了一级 若不是他们里 世界还要听命于庆室影子 共计会的学生们 可能已经成为新的家人了 孙楚慈试探道 我能跟着你们去 见见白粮的人吗 南宫元宇摇摇头 这个不太合适 我们在那里 也只是蹭吃蹭喝的客人 孙楚慈点点头 那就算了 但他又暗戳戳地想着 那位庆辰应该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发现 对方的时间行者身份了吧 这时 南宫元宇说道 表哥 你收到困论的信息了吗 就是有关下周的 那个时间行者联合会议 收到了 你打算去吗 孙楚慈点点头 共计会这边还不确定 南宫元宇说道 我们得问问白昼 他们去我们才去 孙楚慈诧异地看了表弟一眼 他可是 知道自己这位表弟 有多么心高气傲 如今却完全是一副 为白昼马首是瞻的模样 他笑着问道 你作为学霸的傲气呢 南宫元宇苦笑 表哥 你如果像我一样 被人家全方位吊打一遍 也会和我一样了 以前我还觉得 起码我学习好 但你知道 刚才那位庆辰参加竞赛 考了多少分吗 满分 所以 最后的交座也没有了啊 此时此刻 庆辰坐在麦巴赫的后座上 罗万牙依旧是低调地 当着司机 罗万牙看了一眼后视镜 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您这次出去顺利吗 还行 庆辰笑了笑 对了 我发你一份资料 老板 让你们家长会把他们带去理事件 然后利用家长会的传播能力 让家人们学习一下 罗万牙好奇道 哪方面的资料啊 启迪明智 庆辰回答 他对罗万牙说道 穿越里世界一遭 总要在自保的前提下 做点事情吧 或许这就是 某个意志 让我们穿越的原因 也说不定 罗万牙开车的身子坐直了 忽然觉得自己 这家长会高端了起来 有了新的方向 就在此时 庆辰接到了一条 和小小群聊里的私信 赫然是以晋山名义群发的 成要您参加七天后 正成北龙湖会展中心的 时间行者联合会议 如参加请填写回职 时速将由主办方提供 可匿名戴口罩参 加 你收到消息了吗 庆辰抬头看向罗万牙 罗万牙说道 收到了 您也要去参加吗 参加 庆辰点点头 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 见见全国的时间行者们 怎么能不去 对了 你提前做一下功课 搜集一下看看正成 有没有哪个公开的时间 行者张着禁忌物 罗万牙从后视镜里 看了庆辰一眼 忽然觉得 这位狠人参加这个会议 可能是打算搞点什么事情了 如今庆辰是外界眼里 白梁老板麾下的第一打手 凶狠的一批 车辆回到国宝花园别墅区的时候 罗万牙突然愣了一下 秦叔里 庆辰抬头看了一眼 秦叔里正独自一人 站在罗万牙别墅门口 他找你有事吗 没事 罗万牙解释道 他发现自己要成为时间行者后 就天天来我这里 有时候送点水果 有时候送点烟酒 可能是担心 我到了李世杰不想帮他吧 嗯 人之常情 时间行者第一次穿越前 都会忐忑不安 等习惯就好了 庆辰说道 到了李世杰 你保他 不要有什么生命危险就行 不用跟他有太多交集 你本人不要跟他打什么交道 不要让他太靠近白 咒 罗万牙恩了一声 这边 秦叔里正站在门口等罗万牙呢 却发现 那两辆熟悟的麦巴赫 竟是直接开进了隔壁12号院子之中 他想点起脚尖 看看车里下来的人是谁 却被安保人员 皮笑若不笑地提前挡住了 不好意思 隔壁是私人住宅 请不要随意打量 秦叔里赶忙说道 不好意思 424 盛会 休 秦叔里默默地看着围墙 那边传来欢声笑语 然而 围墙与罗万牙手下的安保人员 将他与这一切隔绝开来 麻烦问一下 那栋别墅里住着谁 秦叔里客气问道 安保人员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无可奉告 要不你今天还是先回去吧 罗总今天肯定不见客了 秦叔里叹息 好吧 他听说 那里好像住着罗万牙的老板 秦叔里与那位老板没有见过面 只是隔着那辆麦巴赫的房窥室车窗相遇过 他甚至能想象到 对方正坐在后排 冷冷地注视着自己 当然 这只是秦叔里自己的猜测罢了 罗万牙知道 自家老板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 秦叔里回到家中 张婉芳走上前来帮他脱掉外套 并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 今天见到罗万牙了吗 见识见到了 但没有说上话 秦叔里坐在沙发上说道 他是不是故意躲着不见你 张婉芳好奇道 应该也不是 秦叔里想了想说道 主要是我的事情对他来说不重要 所以不会太伤心 有朋友劝我给罗万牙一笔钱 但是 咱们做工厂实体的 手里的钱都压在货上 如果我给他一笔现金 万一又 死在李世剑 那你和浩浩的生活 可就没有着落了 秦叔里在落成 不过算是小商人 厂子值一两千万 但手里的流动资金 也就两百多万 所以 给罗万牙多少合适呢 听说之前有一位 叫做张成泽的富商 找到了一个时间行者组织 如今在李世剑生活得非常滋润 但代价似乎很大 张婉芳问道 罗万牙不理会你 那我们要不要再找找其他人 也不是放弃罗万牙这边 主要是多做一手准备 你的命比钱重要 就算把家里钱花完 我也可以陪你东山再起 事实上 张婉芳嫁给秦叔里的时候 这位秦总也并不是很有钱 两人辛辛苦苦工作打拼 到现在 厂子小有规模 秦叔里思索片刻 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喂 李哥 你能不能把张成泽张总的电话给我一下 我有事想要请教他 待到拿了张成泽的电话后 他又拨了出去 喂 张总您好 我叫秦叔里 是历史的朋友 是这样的 之前听说您在表示界 找了一个时间行者组织 花钱拜托他们保护 电话对面的张成泽说道 嗯 你也打算找他们 秦叔张成泽说道 一周五百万 秦叔里拿着手机的手 突然抖了一下 他现在根本拿不出来这笔钱 这时 张成泽问道 需要我把他们的电话给你吗 虽然收费贵了一点 但绝对我有所值 而且 他们现在还提供换汇服务 换汇 秦叔里疑惑道 对 表示界钱换理世界的钱 他们收取10%的手续费 张成泽说道 不过 这并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 最多算是提供给客户的增值服务 如果你想追求保险 那就找这些人 起码在我18号城市里赶长 你们没有党争对手 这些人太厉害了 在18号城市 黑白两道通吃 跟横射 跟李氏的关系 都非常好 你相信我说的 洛成没有 比他们更厉害的时间行者组织了 不仅是洛成 我怀疑 他们在全国时间行者组织 都能排前三 第一是昆仑 第二是九州 第三可能就是他们了 张成泽继续说道 他们的增值服务可多了 比如体验虚拟人生 比如去全馆做 VIP专属包间 比如去参观上三区 比如去荒野一日游什么的 只要你有钱 都可以办到 到了这里 就跟去了澳门 拉斯 维加斯一样 秦叔里愣了一下 洛成竟然还有这么厉害的时间行者组织吗 但他心中苦涩 如果他像张成泽那么有钱 肯定也找这群人了 可他拿不出来这五百万 总不能把房子给抵押掉吧 他现在的心态 就像是一位癌症患者 知道自己可能时日无多 所以不愿意把钱浪费掉 这样就算他死在里世界 老婆孩子也还有积蓄 继续活下去 从这方面来看 秦叔里倒是很有家庭责任感 跟沁国中那样毫无责任感的赌徒不一样 秦叔里拿着电话 犹豫了一下问道 张总 他们那边能讲价钱吗 张成泽说道 这个不行 他们说 他们老板不爱钱 庇护太多时间行者也容易出问题 所以不打算冒这种风险 要不这样吧 我把电话给你 你自己谈 好的好的 谢谢了 秦叔里说道 张成泽发了一条短信过来 秦叔里还没想好要不要打过去 但先存上总没有错 只是存联系人的时候 手机竟然提示他 此号码已存在 秦叔里增了 自己竟然有对方的手机号 这是谁 他搜索了一下 这特帽不就是罗万芽的手机号吗 难怪对方看见自己都爱答不理呢 原来对方脱币一个人 一周的收费标准是五百万 自己只送点烟酒水果 对方不打理自己也很正常 完了 秦叔里对张婉芳感慨道 这下 咱们终于明白 罗万芽为何会对我爱答不理了 原来他们的收费这么贵 看来只能再想其他办法 这落成最好的时间 行者组织我们找不起 看看能不能找到稍微差点 的吧 张婉芳突然想起什么事的说道 我妹妹家的孩子 在落成一高 她好像说过落一高里 有个时间行者组织 叫什么共计会 要不咱们找找他们 易得说道 我想先问问 他们怎么收费啊 秦叔里迟一道 一群高中生吗 我不是看不起高中生啊 主要是担心 他们没面对过社会的险恶 可能自己混得都不太好 起码算是个路子吧 而且学生们一般都乐于助人 就算开嫁 也不会太狠吧 张婉芳找侄女 要来的共计会张兰金的电话 拨打了过去 电话通了 秦叔里拿过电话说道 你好 请问是叙叙的同学张兰金吗 我是她的姨父 张兰金在电话里笑道 你好 雷雷刚才对我说了 你是刚刚成为时间行者吗 对 是的 秦叔里说道 我现在还不确定 自己穿越后是什么身份 听说你们的共计会也挺厉害 所以想问问能不能得到一些帮助 当然 我可以支付一些报酬 张兰金笑道 秦叔说 我们共计会现在不在18号城市了 也不再接这方面的业务了 所以帮不了您 秦叔里愣了一下 这一下麻烦了 这时 张兰金说道 秦叔说 要不我再给您一个电话吧 你打给他们试试 他们白昼可是国内最厉害的时间行者之一 总不就在18号城市 他们人可好了 听到这里时 秦叔里心中便升起不祥的预感 张兰金把电话发过来 他一看 果然还是罗万牙的电话 张婉芳正了半晌 怎么在这落成里 有什么理事界的事情 好像都绕不过这个叫白昼的组织 他们真的如此厉害吗 看样子是了 秦叔里想了想说道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万一罗万牙真的会帮我们 白昼别墅里 白昼成员们都坐在餐桌旁 小童云则谎称自己要睡觉了 躲在自己房间里 他们要开一个简短的小会 老板都有谁接到昆仑的地请了 冰眼 我 罗万牙 我 刘得住 我 泱泱用小天才的ID回复 我 大富翁 我没有 小富婆 我也没有 秋雪 我也没有 白昼成员里 南庚臣 刘得住 张天真 胡小牛 沁晨 罗万牙 全都接到了邀请 只有江雪和李同云没有接到 这两位没接到很正常 表示借分一不算人 没接到邀请 也很正常 然而 这一次所有餐会的人 都必须发送餐会回之后 才能得到一个二维码 据说正成国际会展中心 到时候的安保会非常严格 需要每个人的特殊二维码 才能进场 最近网络上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好几个时间行者流量网红 都表示自己会参加 有机会的话 还会找一些厉害的时间行者 做客直播间 举阵组织表示参加 红业组织也表示参加 所有人都能想象到 这会是国内时间行者的 第一次盛会 至于是不是最后一次 大家就不知道了 昆仑的官方号发布承诺 首先他们不会刻意探寻 每个时间行者的隐私 另外 本次联合会将做好保密工作 不让媒体记者 将联合会的情况报道出去 在这里 昆仑也提醒所有人 隐藏好自己的身份 可以穿着奇装一幅餐会 庆辰知道 这是为了防止 李世界财团的时间行者 借这次机会 探听到太多 与时间行者有关的信息 据说为了这次会议 九州都回来了一部分人 昆仑也提前封锁了会场 以免出现窃听 监控装置 只不过 一还是有点生气的 感觉自己像是被区别对待了似的 有些愤愤不平 大富翁 我为白昼做过那么多事情 多少大事件里都有我 昆仑凭什么不给我发邀请函 小富婆也愤愤不平 看不起人 小天才 就是 凭什么不给小富婆发邀请 小富婆 对了 小天才哥哥 你还在海城吗 怎么不来落成娃呀 直到这会儿 小童云都还以为 泱泱是个男孩子 甚至还私聊过泱泱 让他发照片看看 某一刻 庆程感觉泱泱和医都是一个尿性 爱玩得很 刘德柱在群里问道 老板 我们去参加吗 老板 去 不过我们不要一起去 刘德柱好奇道 咱们去干什么 先分散出去 给我打听一下庆元这个人 另外 还有打听一下 都谁手里有禁忌武 425 射死与反射死 修 网络上 有网友问 为什么好像全世界都有时间 行者联合会的邀请函 自己却没有 其他网友评论 可能你不太重要吧 慢慢的 大家也发现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到邀请的 一些表示界当打工仔 到了李世界 继续踏踏实实当打工仔的人 就没有接到 而那些有名有姓 本身就非常活跃的时间行者 则基本上都接到了邀请 当然 也有一小部分活跃的时间行者 没有接到邀请 有些是依靠自己时间 行者身份红了之后 就开始卖假酒的 那货卖的酒 一瓶喝下去开车上路 交警都愣是查不出酒驾来 有些是红了之后 开始声称自己拿到李世界证券分析软件的 天天拉粉丝进群 做杀猪盘骗钱 还有些 则是干脆招摇撞骗 什么人都有 所以 网民们也发现了这个规律 昆仑对于那些劣迹时间行者 是一个都没邀请 昆仑在国内的声誉 是郑远东他们 一点一点用行动做出来的 就在其他时间行者组织 都在与时间赛跑 生怕自己起步慢了的时候 昆仑却始终恪守着底线 绝不邀请心性不好的人加入 并始终强调纪律 于是 昆仑有没有邀请谁 成了这些网红时间行者们的官方认证 一时间 那些骗子的评论全都炸了 这简直就是官方认证劣迹时间行者啊 也有骗子伪造短信 辟图弄出个二维码 声称自己也接到了邀请 结果昆仑这边也是闲的 竟然还专门一个个辟谣 否认邀请了对方 当场打脸 昆仑在维护自己声誉这方面 确实是认真的 反正这次时间行者联合会邀请函 谁没有谁尴尬 倒是南耕臣感觉有点奇怪 他私下问沁臣 臣哥 如果昆仑不邀请劣迹时间行者的话 那他们为什么要邀请你啊 这不是对其他时间行者不负责任吗 毕竟 还有谁是人都没到 就开始惦记别人进季物的呢 沁臣面无表情地看向南耕臣 对方一脸认真的模样 也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真的很好奇这个问题 你修行到什么程度了 沁臣问道 臣哥 我现在已经晋升地级 有一段时间了 可能下次穿越就能C级 南耕臣一脸无辜地说道 沁臣愣住了 他现在已经不想再对这货的修行进度说什么了 另外 准提法 还真是个邪门的修行之法呀 南耕臣说道 要不是小童云老跟着 我说不定已经C级了 后来我答应帮他写作业 他才同意不当电灯泡 沁臣无语地看了南耕臣一眼 谁让你帮小童云写作业的 他的作业要自己做 南耕臣痛心疾首地说道 我也不想啊 他非让我写的 不然就24小时跟伊诺待在一起 之前我说让小童云留在18号城市的时候 他就非常不对劲 非要跟着我们俩去7号城市 一开始我还想不明白是为啥 后来我感觉 他跟着我和伊诺去7号城市 就是算计好了 想让我帮他写作业的 一旁的小童云不乐意了 那你也没做对啊 沁臣 小童云算计南耕臣这种事情 还真像是小姑娘能干出来的 但高中生做小学作业还做错 那可真是太秀了 这时 胡小牛突然来卧室找到沁臣 老板 我可能要离开了 不是离开白昼 而是离开落成 沁臣笑了 似乎早就有预料 你准备去哪 胡小牛犹豫了一下说道 生死观的 每一项都太难了 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如果不经历长时间的训练 恐怕很难完成 而我要完成八项 所以 我打算回到海城 请全世界最好的极限运动教练 对我进行培训 我得与时间赛跑 每分每秒都不能懈怠 其实 最好的教练是沁臣 因为他是真正走过骑士之路的人 但是胡小牛又很清楚 沁臣没这个时间 而且 骑士组织本就是分散在各地的 每个人有 每个人自己的路 修行之时很少同行 享受孤独 所以 他不能继续在落成待着了 这里的一切资源 都远蓄于海城 而且他还要去世界各地 一步步地挑战极限 这段时间 胡小牛眼看着身边的同伴们 一个个晋升 南庚臣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晋升C级 连张天真都已经D级 小童云这个修行天才 甚至靠一己之力 逼近了南庚臣的修行速度 胡小牛看在眼里 怎么可能不着急 他听说 李克都已经离开了18号城市 踏上了远行之路 所有人都在进步 只有他还在停滞着 他必须往前走了 胡小牛低声说道 这里很温暖 以前在家里 我的亲人们都很和睦 但是在这里有另一种感觉 大家嬉戏打闹 一起玩游戏 一起吃饭 一起战斗 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个家了 可是 我总要走出去的 不能留恋这里的美好 老板你也说过 这是一条人世间所有捷径里 最远的那条 庆尘笑道 不用妄自菲薄 能走上这条路的人 本身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你拥有最强大的意志力 和最坚定的信念 不是胡小牛平庸 能够徒手爬上青山绝壁的人 又怎么可能平庸 只不过 是胡小牛身边的人 太优秀罢了 庆尘始终相信 这位同学早晚有一天 可以完成八项挑战 打开自己身体里的那一道道基因锁 庆尘笑道 让张天真跟你一起回去吧 啊 胡小牛愣了一下 他还要在这里帮你啊 不用的 庆尘摇摇头 你需要一个护道者 现在通讯如此方便 有什么事情 彼此在群里说一声就行了 落成去海城坐飞机 也就一个半小时 坐高铁也就五个半小时 想见面的话 大家什么时候都能见 你和张天真 在理世界还得跟着横射 在一起 也好彼此照应着 嗯 胡小牛点点头 提到离别 所有人都会有些伤感 江雪为了给胡小牛与张天真送别 做了满满一桌子菜 小童云则把自己最喜欢的小兔子钥匙扣 和小企鹅钥匙扣 分别送给了他们俩 留得住看着胡小牛说道 有什么事了 给老板打个电话 咱白昼的人 立马就能杀过去 江雪红着眼眶 休息的时候 尝回来晚啊 南庚尘 江雪阿姨 你今天做的鱼真好吃啊 沁尘只是在洛城短暂停留后 便又离开了 白昼成员分成三组 一组是南庚尘 留得住 一组是罗万牙和他的家人们 最后一组则是沁尘自己 前两组是开车前往正成的 沁尘则是独自一人乘坐绿皮火车 连高铁都没坐 这一次时间行者联合会 怕是什么牛鬼蛇神都要冒出来了 沁尘觉得 自己还是行走于暗处更好 这样才能避免白昼陷入被动 洛城到正成的高铁只需要半个小时 绿皮火车则是两小时 沁尘检票进站后便去了厕所 待到他在出现时 已经换成了沁原的模样 此时 影子之争的候选者里 沁尘已经大概了解 沁尸 沁文 沁吴 沁衣 沁姓王 然而唯独这个沁原 一直都没有出现过 甚至都没有去情报三处报道 这种感觉很不好 沁尘打算亲自找一找 与对方有关的线索 所以 这也是他此行前往正成的目的 对方躲着无所谓 沁尘患上对方的面孔 如果有人见过沁原 那就很可能主动跟他打查 沁尘现在 要找一个表示界认识沁原的人出来 对于他来说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线头 就能抽丝剥茧了 坐上火车之后 沁尘拿起手机刷新闻 结果正刷着呢 忽然有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学长 咱们是25C 25B 25A 往中间走 沁尘不用回头都知道 这是团子 那么与团子同行 应该就是孙楚慈等人了 沁尘乐了 这世界还真小 或许他与这些人 确实有缘分 不过 这些人来洛城干什么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座位 26C 刚好就在对方的座位对面 此时 孙楚慈等人 背着书包过来坐下 团子一边放行李一边说道 学长 咱们这次来洛城 也没见到沁尘 就这么回去了吗 孙楚慈笑道 人家是白昼的大人物 哪有空搭理我们 既然回了表世界 就别去打扰人家的生活了 有些时间行者 把李世剑 表世界分得很清楚 一般回到表世界后 就会专心享受生活 沁尘愣了一下 对方竟然一坐下 就开始讨论自己 这就是传说中的 当面在背后议论吗 团子他们说话的声音挺小的 但沁尘这听力 你就是把声带望家里 他也能听到你说的什么 好吧 团子叹息道 反正距离穿越 也没多少天了 说不定在理世界 也能看到他 别说爱 我感觉表世界的 好多明星都没他好看 如果能每天看他几眼 还挺养眼的呢 咱们什么时候 才能抱到他大腿啊 就为了这个颜值 也得抱他大腿啊 孙楚慈无奈地笑了笑 你之前也不是花痴啊 那不是 没有见到沁尘吗 团子大大咧咧说道 团子不算好看 算是一位颜值 相对平庸的女孩 很瘦 皮肤也黑黑的 性格很像一个男孩 所以才愿意跟孙楚慈 他们一起跑荒野上 穿衣服 也很像假小子 团子想了想解释道 其实我也不是看中颜值了 主要是每次回想起 他在荒野上 就咱们的那一幕 就感觉非常刺激 那是电影里 才会有的画面啊 一旁 一位同乡的男生 压低了声音惊叹道 还有他离开 烧烤店的那一幕 哇 一群人簇拥着他离开 我感觉就像是 在看李正仔眼的 新世界 下属帅气地推门而出 两排黑西装小弟 给那些闲杂人等 震慑得不敢说话 太震撼了 庆尘安静地坐在位置上 表情有些微妙 当面听着别人的背后一轮 似乎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 有被爽抱 这时 团子兴致冲冲地说道 对了 他应该还不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 他是时间行者吧 哈哈 下次我们再见到他 就故意问他 是不是时间行者 看看他会怎么撒谎 感觉很有意思 庆尘 呵呵 现在知道了 他打量着团子 心说 这货还有这种小心思呢 竟然想看他 庆尘的射死现场 庆尘看着小声交谈的 孙楚慈等人笑着说道 你们是时间行者吗 啊 团子惊了一下 孙楚慈也愣住了 他沉默了一下说道 不是 他觉得 自己等人说话那么小声 车上有这么吵 对方应该 没有听到才对 这该不是在炸他们吧 庆尘笑着说道 真的不是时间行者吗 我还以为是一起去参加时间行者联合会的同伴呢 孙楚慈他们面面相去 对面这个年轻人 竟然主动坦白了自己的时间行者身份 这样一来 他们也不装了 孙楚慈好奇道 你是落成本地的时间行者吗 是啊 庆尘笑着说道 团子来了兴趣 那你认不认识白昼的人啊 庆尘笑着说道 听说过 但不是很熟 他们很神秘的 很少在外界留下什么信息 哦 团子有些失望 庆尘笑着问道 怎么 你们认识白昼的人吗 白昼可不是谁都能认识的 团子不服气道 我们认识啊 我们跟白昼的庆尘可熟了 他还想往下说 结果被孙楚慈踩了一下脚背 庆尘笑意更浓 那你们应该也算是大人物吧 要不要换个联系方式 以后我在落成出什么事情了 可以联系你们 团子犹豫了一下 我们不在落成 我们是正常的时间行者 本来是要来落成玩的 结果 因为那个时间行者联合会 提前回正成了 我们只看了龙门石窟 和古墓博物馆 都还没机会去白马寺呢 听说白马寺跟其他的寺庙不一样 如果你买不起门票 只需要跟检票的和尚 说一下自己的困难 就不用 你买票也能进了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庆尘点点头 白马寺相对大多数寺庙而言 更纯粹一些 孙楚慈忽然问道 你是落成哪个学校的学生吗 庆尘解释道 我是落成外国语学校的 跟白昼好几个成员 算是校友了 孙楚慈问道 教学楼旁边的那个厕所 是什么颜色的 庆尘笑了 公共厕所可不在教学楼旁边 离得十万八千里远 同学们可没少吐槽学校的设计 426 热闹非凡 休 还真是落成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吗 孙楚慈嘀咕道 他们虽然没见到白昼与庆尘 但还是在南宫园语 齐夺 张蓝静的带领下 去瞻仰了一下白昼发迹的地方 庆尘疑惑道 你们不是正成的时间行者吗 为什么要去落成外国语学校 团子兴致勃勃地解释道 你不知道吗 那里就是城里白昼的地方 庆尘愣住了 参观白昼城里的地方 是什么鬼 庆尘听着对方说的话 像是自己给落成外国语学校开过光似的 对了 你也要去时间行者联合会吗 团子好奇道 你在里世界是做什么的 我在里世界18号城市 加入了一个小社团 庆尘解释道 孙楚慈问道 听说18号城市的大社团 都被恒社给打掉了 只剩下一些小社团 不过你在落成 离白昼那么近 为什么不去跟他们认识一下 说不定有机会直接加入恒社呢 我这不是没机会认识那种大人物吗 庆尘笑眯眯地说道 要不你们帮忙举荐一下 你们不是和庆尘特别熟吗 团子一开始是吹牛的 这时候犯难了 孙楚慈说道 这个我们得提前问一下庆尘才行 毕竟就算举荐 也得先问问人家的意想 好 那我等你们消息 庆尘笑道 对了 你们在里 世界是做什么的 孙楚慈思索了两秒 他们的身份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是荒野猎人 庆尘赞叹道 荒野猎人啊 那一定很厉害吧 团子说道 那当然 我们之前被荒野人伏击 结果那些荒野人没想到 我们其实很厉害 于是都被反杀了 眼瞅着团子 还等着下次穿越时 让庆尘射死呢 结果现在谁射死 还真不好说了 只要庆尘给自己马甲穿得快 射死的就不会是他 庆尘见铺垫的差不多了 就不再给团子等人挖坑 他看向手机 准备在抵达正程之前 了解一下各个时间 行者组织的动向 却听团子 用几小声对孙楚慈说道 怎么办 人家让帮忙跟庆尘举荐呢 咱们现在跟庆尘还说不上话 孙楚慈无奈回应 你既然知道会这样 下次可别再吹牛了 这不是话赶到那了吗 团子小声嘀咕着 说完他还偷偷看了庆尘一眼 生怕自己露线了 这时团子对孙楚慈担忧道 我朋友给我说 龙湖公社现在给正程所有时间行者说 不准有时间行者帮助我们 不管是表世界还是理世界 这次回到正程之后 咱们怕是不太好过啊 如果要去参加联合会的话 还得跟龙湖公社照面来着 孙楚慈摇摇头 没关系 咱们先闭着他们走 在咱们抱上庆尘大腿之前 先闭着他们 庆尘 有一说一 孙楚慈的能力 在时间行者里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一个人带着六个学弟学妹 在理世界打拼 从最底层的身份 熬到了有车有枪 大部分时间行者都做不到这一点 原本庆尘还在想 怎么收拢这些人呢 却没想到对方已经打定 注意要抱大腿了 那他等着就好了 庆尘看着新闻 这两天已经陆续有时间行者 抵达正程了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时间行者联合会还没开始呢 时间行者们的装扮 倒是先上新闻了 昆仑虽然不让媒体记者 靠近国际会议中心 也不让他们靠近 时间行者们下榻的酒店 但是媒体记者们 可以在外围等着呀 根据记者们的报道 第一名抵达会议的时间行者 是蜘蛛侠 第二名是死士 第三名是灭霸 再到后来 有人扮成蝙蝠侠 还有人扮成蝙蝠侠的父母 到了后来 时间行者们看到新闻后 有样学样 没一个是正常打扮的 好好的一场时间行者会议 硬是给整成了 cosplay的漫展 好些cosplay爱好者 蜂拥而至 大呼专业 整个会议中心外面 堵得水泄不通 其中还有人扮成数码暴龙 史莱姆 皮卡丘 陆远站在会议中心楼上 看着这一幕都惊叹了 昆仑只是建议大家 可以打扮一下 不让人认出来 但大家 起码要扮得像个人吧 这种情况下 那些个只戴了口罩和帽子的 时间行者们 显得尤其格格不入 不过媒体觉得 一般这种有底线的时间行者 都是真正的大佬吧 毕竟大佬们是 不屑于穿上小恐龙衣服的 更不可能给自己装扮成史莱姆 上午11点的时候 矩阵组织抵达正成 这个组织总计21人参会 所有人都穿上了西装 戴着纯白色的面具 红叶则更简单一些 直接从京城 开了五辆阿尔法商务车过来 后面还跟着一辆 三米多高的房车 他们与昆仑沟通后 竟是把车开进了会议中心 人都没有下车 这都正经有实力的 时间行者组织 与那些过来玩的时间行者 形成鲜明对比 对了 怎么没听说 白昼去参加联合会啊 团子疑惑到 红叶和举阵都已经到了 白昼人呢 白昼不是离正成更近吗 难道他们没打算参加 或者是昆仑没有邀请 一名同伴说道 不会 以白昼在理世界的影响力 昆仑怎么可能不邀请他们 孙楚次说道 白昼向来低调 举阵和红叶早就公开宣布 成立了 白昼也是参与了好些个事情之后 才渐渐被少数人得知 我敢说 现在国内都还有一大半时间 行者都没听说过白昼 也就是咱们正成和洛成离的境才知道的 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只是没有像举阵和红叶那样白谱罢了 还有哪些时间行者组织到了 团子翻看着新闻 孙楚次说道 昆城的红三散组织 重城的袍哥 正城的龙湖公社 五城的三江口 这些都到了 据说红三散组织 还从昆城带了不少的土特产骏子来了 送给其他时间行者当见面里 团子说道 和小小的群里有人说 有时间行者让酒店厨房炒出来吃了之后 在酒店大堂里面打小人呢 这是已经闹出笑话了 还有个时间行者 在酒店餐厅里瑟瑟发抖 有人问他怎么了 他说天花板上有条龙 庆城兴说 这红三散组织是故意的吧 郡子这玩意能随便送吗 昆城的郡子要是没炒熟 会有强烈的置换效果 怕是会议中心好些个时间行者 都要倒霉了 这哪是爱参会的 分明是爱投毒的 时间行者们都不是自愿成为时间行者的 绝大部分都是睡一觉醒来 手臂上莫名其妙的 就出现了倒计时 所以 当昆仑把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千奇百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火车到站 所有人收拾东西下车 庆城则孤身一人 只背了一个小包往外走去 到了处站口 他忽然看到 一脸沧桑的尼尔狗 正笑眯眯地站在出口 举着个牌子 上面写着庆城俩大字 大字下面还有俩小字 昆仑 这位情报负责人笑起来的时候 脸上的皱纹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菊花 尼尔狗年纪不小了 穿着一双黑色老布鞋 看起来格外的朴素 庆城假装没看见他 继续往外走去 他心说 这特么昆仑是查到了自己的行程信息啊 得知自己这趟车来郑城之后 竟是派了尼尔狗这位情报负责人 来专门接展 别是自己已经上了昆仑的重点关注名单吧 只要自己乘坐交通工具离开洛城 系统后台就会自动提醒昆仑 几个意思啊 这是 这时 孙楚慈等人也在他后面跟着出来了 这些人看到尼尔狗举的牌子后愣住了 等等 庆城也在我们刚刚的那趟车上吗 出站的人就那么多 没看到他 孙楚慈奇怪道 他忍不住上前问尼尔狗 你好 请问您接的庆城是白昼的那个庆城吗 尼尔狗笑眯眯地说道 可不就是他吗 团子感慨 不是都说昆仑不会给时间行者接站吗 我看其他人都是自己过去的啊 众人心想 原来白昼的地位如此特殊 昆仑也要专门安排人来接站 孙楚慈好奇道 这就是贵宾待遇吗 尼尔狗笑眯眯地说道 对 这就是贵宾待遇 孙楚慈他们一时惊叹 原来白昼的地位真有这么高 庆城感觉很奇怪 他给郑远东发去消息问道 你们是不是标记我身份证了呀 怎么坐个火车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郑远东 是的 庆城纳闷了 但也不用专门接我一个人吧 我看别的时间行者都没人接 搞特殊化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郑远东 想多了 就是想把你直接接到会议中心来 省得你再正成祸害其他时间行者 庆城 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还以为是自己 在欧洲搞了波事情 昆仑想要表达友好的态度 所以给他提高了待遇 结果 竟然是为了保护其他时间行者 庆城 过分了吧 郑远东 你门心自问一下 我们这么做过分吗 庆城思索了半天 没有反驳 郑远东 你赶紧来会议中心 不要乱跑 庆城 我还不急着去会议中心呢 先去城里逛逛再说 正发着呢 似乎郑远东刚刚告知倪尔狗 庆城已经出站的事情 以至于倪尔狗举着牌子 在正城西站里 急不寻觅着庆城的身影 孙楚慈等人看到这一幕 心说 难道庆城刚刚真的和他们一辆车 他们面面相去着 但他们真的没有看到 等等 刚刚那个和他们聊天的人 孙楚慈陷入沉思 庆城往车站外面走去 他打算先找个酒店住下来 看看留得住他们那边 有没有打听到什么 留得住 南庚城那一组 还有罗万牙那一组 出发的时间 要比他早三个小时 这会儿 应该已经抵达正城国际会议中心了才对 就在这时 一名年轻人看到庆城后 突然愣住了 您怎么在这里 庆城笑了 因为他现在是庆园 自己似乎终于找到了 与庆园有关的线索 这次的时间行者联合会 总共占用了正成国际会议中心 还有周边的五家酒店 不过 大家也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举阵 红叶 刨戈 红伞伞 三江口 这些有名有姓的组织 全都被安排在了旁边的 JW万豪酒店里 有人猜测 可能是所有重要的时间行者 都会入住同一个地方 而剩余那些 不是太重要的时间行者 则分散在其他四家酒店里 这会儿 一只绿色小恐龙 拿着手机 走进万豪酒店 他来到前台出示了二维码 工作人员一脸猛逼地看看二维码 又看看小恐龙 您好 您是 小恐龙里面传来问声问气的声音 ZARD Z A R D 工作人员礼貌又不适地尴尬微笑着 好的 这是您的房卡 您的房间在1524 小恐龙里的ZARD问道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庆辰的人入住了 或者冰眼这个ID住在哪个房间 工作人员客气道 不好意思小恐龙 ZARD先生 我们不能透露客人信息的 说着 工作人员看向一旁 那边还有数十名昆仑成员在酒店大堂维持着秩序 更远处 还有医务人员再给不小心吃了君子的时间行者 当场输液 ZARD笑着对工作人员说道 谢谢了 祝你们今天有个好心情哦 说完 蹦蹦跳跳地上楼去了 到了房间里 ZARD也没脱掉小恐龙的道具 他拿起手机拨打出去 喂 老板 你到了没有啊 到了 你现在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弟弟 那挺好的 趁你哥哥回来前 咱们出去找时间行者们逗乐子吧 我感觉会很有意思啊 假装小透明去找他们要签名 默默地看他们装逼 ZARD兴高采烈地说道 结果电话对面的声音冷淡下来 好啊 ZARD继续说道 老板你在哪个酒店呢 我去找 他说话声音越来越小 因为他意识到 这是那位哥哥 幻语平静问道 我不在的时候 你就是这么忽悠他的 ZARD 老板现在的套路这么多吗 幻语冷声说道 你在忽悠他 出去抛头路面泄露信息 我就给你脑袋打歪 ZARD 哦 这时 和小小群聊里 忽然有人发来消息 留得住 Eddy幻语 这次时间 行者联合会你来了吗 别被我找到啊 希希 面色苍白的幻语 刚刚摘掉面具 站在希尔顿酒店的房间窗前 忽然感觉有点恶心 甚至有点想看看 最近一般返程的飞机 是什么时候的 427 两只史莱姆 休 幻语也接到邀请了 但是他并非是以幻语的名义 接受邀请 而是顶替了其他时间行者名额 那名时间行者 并未显露过真实身份 是他手下里 身份信息保护的最好的那一批 外界也并不知道 那是他的下属 所以 他才会住进希尔顿酒店 而不是所有时间行者大人物 都住在一起的 JW万豪酒店 幻语相信 这次联合会里 肯定还有很多人 都在使用这种方法 他对举证 红叶这种摆明了车马的组织 并不是很感兴趣 如经理世界财团 依然没有放松寻找 时间行者这种战略资源 随意被人知道身份信息 绝对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而且 据他猜测 红叶很有可能是 九州的下属分支机构 红叶的领袖 是一位叫做九染的女孩 之前昆仑和九州都有争夺过他 希望他可以加入九州或者昆仑 女孩消失了几天 在出现的时候 便创办了红叶 这应该不是昆仑的行为习惯 更像是九州为了增加 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力而创办 毕竟名义上 九州只管外事 所以他必须通过一个傀儡组织 来影响国内 蓝亚尔基里 Zard还在叽叽喳喳地说着 老板 你这次是什么装扮 我方便认你啊 我买了一套小恐龙道具 现在媒体都在说不搞怪的都是大佬 有羞耻心 咱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专门搞怪 这样 其他时间行者 就不会防备我们了 你少说点话吧 我现在听你说话 脑子眼疼 换雨平静说道 你在万豪酒店 那边的大堂盯着 看到白昼的人了告诉我 还非得蹲在大堂吗 当然 那老板你呢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Zard问道 对了老板 这次昆仑要开这个联合会议 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你在昆仑内部的人 有没有说什么 换雨平静回应道 无非就是几件事 第一 成立时间行者联合会 选出主席 副主席 还有常任理事 进行时间行者自治 让大家起码都有个归属 第二 这个才是昆仑的主要目的 他们要成立时间 行者审判庭 审判庭 Zard 奇怪道 嗯 换雨说道 目前已知的信息是 近期国内时间 行者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多 所以需要有一个仲裁庭 另外 他们要颁布新的规则 禁止时间行者 在理事界透露 其他时间行者的信息 如果有人恶意 透露别人的信息 受害者可以回到表示界 申请昆仑的制裁 审判庭会对泄密者量刑 时间行者之间 不得动用私刑 总体来说 不管是成立联合会 还是成立审判庭 最终都是 想要保护时间行者 让国内有个正常的秩序 好事啊 Zard 惊叹道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要惹到白昼 他们就不能随便杀我了 幻语没好气道 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了 Zard说道 法律保护你我他 遵守法律靠大家 幻语压疼道 其实在我看来 这玩意就是为了限制九州的 因为据我所知 九州在境内动用过好几次私刑了 根本没有走正规的法律途径 不过 这个跟我们没关系 对了 老板你还没说自己是什么装扮呢 后天到了会议中心 我怎么认出你啊 幻语沉默了一下 这次我的行程保密 Zard在电话里胡一道 老板 你的行程什么时候 竟然对我都保密了 难道是 怕我真把你卖给白昼 还是说 你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道具 幻语面无表情地挂了电话 然后换上了自己的皮卡丘道具 往外面走去 酒店的电梯门打开 他看着里面另外两只皮卡丘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三个皮卡丘站在电梯里 臃肿的都有点站不下了 彼此相互挤压着 人偶服装都有点变形了 真是个奇妙的联合会啊 幻语内心感慨道 明明是个很严肃的联合会 但画风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歪掉了 也不知道 那位一向严肃的郑老板 会怎么想 就在此时 幻语左边的那个皮卡丘 问声问气问道 你这服装在哪里买的 看起来比我们的要好一些 幻语在皮卡丘内翻了个白眼 鬼才要跟你们讨论 哪个皮卡丘的服装更好 你不要扒拉我 留得住在史莱姆装扮里说道 南庚臣在另一只史莱姆里说道 你走错方向了 留得住没好气道 明明告诉你要买点好看的装扮 为什么要买史莱姆 南庚臣说道 因为史莱姆装扮 这会儿打折促销 全场低至六折呢 我们好歹也是个知名组织了 不要这样省钱好不好啊 留得住无力吐槽 南庚臣在史莱姆里好奇地打量四周 郑城的人都好爱笑啊 我还是第一次来郑城呢 没想到郑城的人如此和蔼可亲 一直在笑 留得住认真思索了两秒说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是咱们俩比较好笑 南庚臣 好像还真是 两人进了JW万豪酒店 给前台出示了二维码 工作人员很客气地问道 请问 是白昼成员留得住与南庚臣吗 南庚臣刚想说是 结果留得住踹了他一脚 然后对工作人员认真说道 不是 请尽快办理入住 他对南庚臣说道 回酒店后 赶紧把行李箱里的面具拿出来戴上 我受够你的这个史莱姆了 对留得住来说 白昼的名声无比神圣 绝对不能 坏在两只史莱姆手上 然而就在此时 留得住一转头 忽然看到 一只绿色小恐龙 正在不远处死死地盯着自己 那小恐龙的造型 恐龙脑袋是中空的 人脸其实是在恐龙脖子的部位 所以乍一看过去 那小恐龙脖子上 一双眼睛 绝朔至极 看起来格外诡异 下一秒 留得住便看见小恐龙 朝自己狂奔过来 那恐龙脑袋一晃一晃的格外滑稽 Zerd来到两人面前 低声问道 你们俩 白昼的 留得住硬着头皮 你谁啊 Zerd 我呀 白昼的好朋友 Zerd啊 你们俩是白昼的哪两位啊 留得住 我是胡小牛 南庚臣 我是张天真 Zerd 原来是 你们两位 我想问一下 庆臣还活着吗 你们老板这次来了没 对了 他是不是也住在万豪 为什么没见他呢 还是说 他跟我们老板一样 顶贴了别人的名额 这一转眼 Zerd同学就把幻语给卖了 幻语顶替别人名额 就是为了不让人知道他来了 不过 这次餐会的足有数千人 留得住他们 就算知道幻语混进来了 也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来 事实上 留得住也没怎么操心这事 之前在何晓晓群里发的话 是老板让他发的 至于把幻语找出来的任务 是老板亲自去做 按老板的原话就是 留得住 南庚臣他们玩不过幻语 所以就不用费劲了 留得住看着面前的这个画牢 那一连串的问题 也不知道该回答哪个 无可奉告 他怀疑这Zerd 也不是想得到什么答案 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罢了 郑城西站外面 沁尘站在寒风里 沉默不语 他身旁的年轻人低声问道 您怎么来车站了 沁尘现在还不知道 沁原与这个年轻人的关系 也不知道 彼此是如何相处的 只能以年轻人的态度 来判断沁原的性格 看年轻人说话时 那卑微的劲儿 沁原平日里 应该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于是他想了想 邪逆着年轻人说道 这是你能问的吗 年轻人赶忙低下了头 抱歉了二老板 二老板 沁尘有些疑惑 沁尘问身边的年轻人 你来这里做什么 年轻人恭敬道 二老板 刘宁临时有事 换我来接咱们组织 从各地过来的人 他说自己跟三老板请了假的 可能是三老板没跟您说 沁尘觉得有些纳闷 这沁原所在的老十字组织 到底有几个老板 怎么跟山上的土匪一样 还搞个大当家 二当家 三当家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沁原并非这个组织的真正掌权者 在沁原之上 还有一位大老板 而沁原之所以能在十号城市里藏匿起来 让药损都找不出来 看样子也是这个组织在对其进行帮助 而且 这个组织的覆盖面很广 成员不仅限于正城 泰城 似乎还有其他城市的 沁尘冷着面孔说道 这种既定的工作 也能随意换来换去吗 他有什么事情 竟然耽误正事 年轻人小心翼翼地解释道 刘宁他女朋友 约他去见父母 沁尘冷笑 让他 本来沁尘是想说 让刘宁跟他女朋友分了 毕竟这刘宁也不是自己的下属 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 但想想刘宁女朋友 也挺无辜的 就算了 就在此时 孙楚慈等人突然走了出来 他们看到沁尘 便想打招呼来着 结果一看到沁尘身边的人 立马闭嘴了 像是要装作不认识式地躲开 结果 年轻人喊住了他们 孙楚慈 孙楚慈被喊住后 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声 李毅学长 好久不见 沁尘看了看孙楚慈 又看了看自己身边的年轻人 你们认识 他想起团子在车上曾提到过这个名字 李毅 龙湖公社 所以 沁原其实是龙湖公社的人 不对 好像更复杂一些 龙湖公社也不是什么隐秘的组织 在网络上能找到一些资料 这龙湖公社最开始叫做镇北公社 是郑城南边龙湖镇大学城的某位毕业生创办 之所以叫镇北公社 是因为创办者叫王镇北 有王镇北的同学在贴吧爆料说 这货以前在学校里是个学生会的部长 官僚气息很重 以至于镇北公社内的官僚气息也很重 后来 镇北公社吸纳了更多的在校大学生时间行者 名字改成了龙湖公社 在这个龙湖公社里 可没有什么大老板 二老板 三老板 老板就只有一个 王镇北 镇城猜测如今李懿 庆元所在的组织很可能是合并而来的 龙湖公社被某个组织合并进去了 就像是土匪的山头一样 原本只有一个大当家 结果另一个山头有人带着长枪短炮 人马来投奔就成了二当家 镇城觉得 这个组织内的二老板 三老板就是为了组织之间合并后的一种平衡 形成的一种特色 说起来倒是真跟土匪占山头有点像了 这时 叫做李懿的年轻人对庆城解释道 这个人就是孙楚慈 我之前在咱们的会议上提过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只是始终不愿意加入 最近三老板也是没耐心了 所以想封杀他们 给其他正常的时间行者做做样子 说完 原本在车上对庆城还很热情的团子 与孙楚慈等人 面色已经搭了下来 似乎把他归到李懿那一活里去了 庆城也不在意 他对李懿笑道 杀鸡锦猴是没错的 这种不听话的时间 行者就该好好敲打敲打 毕竟 你们龙湖公社 不去把孙楚慈他们逼上绝路 怎么坚定孙楚慈抱庆城大腿的决心呢 是不是 孙楚慈冷声说道 龙湖公社在正常的所作所为 所有时间行者散人都非常不屑 我知道 你们已经找到了新的靠山 但你们早晚会明白 什么是人心所向 要知道这世上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白昼那么厉害 都没有欺负过弱小 李懿冷笑 你怎么知道 白昼被地理都干过什么 而且 以我们现在的背景 白昼又算得了什么 他心想 自己身旁站着的这位二老板 就是传说中的影子候选者呀 真正的大人物 有了这种人物支持 白昼算个屁呀 庆尘默默地看了李懿一眼 没说话 那眼神里 有一种关爱智障的悲悯 428 庆元的线索 秀 我最后尊称你一生李懿学长 孙楚慈平静说道 我们现在可能混得没有龙湖公社好 但我们在荒野上 就算面对危险 也很开心 我们享受的是 探索一个未知世界的乐趣 而不是享受权利 李懿冷笑 没有自保的能力 谈什么乐趣 孙楚慈认真说道 大不了死在李世界 那也比跪着强 龙湖公社天天玩官僚那一套 我听说你们那个社长王振北 前段时间 要求一名三级会员 把自己妹妹灌醉送给他 有这个事情吧 李懿迷起眼睛 你听谁说的 那你就别管了 孙楚慈说道 龙湖公社以为自己 成了时间行者 就能为所欲为 那就太天真了 说完 孙楚慈带着团子等人 转身离开 庆辰乐呵呵地看着 心说 这孙楚慈的品性 倒是过硬 适合白昼 带到他们走后 李懿小心翼翼地 对庆辰解释道 孙楚慈说的 都是道听途说 三老板没有要求 是那个三级会员自己送的 看样子 庆元所在组织里的三老板 就是王振北了 还真是合并之后 就给一个老板的称呼 跟土匪拜山头 没啥两样 现代社会里 看见这玩意 还真是令人惊叹 庆辰看了李懿一眼 摇摇头说道 我不在意这种事情 李懿松了口气 二老板 咱们现在干什么 接人啊 庆辰说道 你不就是来接人的吗 人都还没接到 你还能去干嘛 李懿愣了一下 你要跟我一起接人吗 当然 庆辰点头 不然我来这里干嘛 我要这批人有用 接到之后 你们直接跟我走 李懿若若道 三老板说 接到人之后 带到他那里 庆辰笑眯眯地说道 你是觉得 我说话没他好使 不是不是 李懿赶忙说道 我这边全听您安排 李懿也知道 王振北对于庆辰 是个什么态度 平日李八戒还来不及 就等着庆辰迎下影子之争 带着大家一起飞黄腾达呢 现在庆辰要干什么 王振北肯定是会配合的 他李懿作为小弟 没必要跟庆辰对着来 庆辰看向李懿 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之前 问我怎么在这里 你以为我会在哪 李懿赶忙陪笑着邀功 大家说 您去国际会议中心那边 报到去了呀 您要求的跟举阵 一模一样的衣服 还是三老板这边 找人定做的呢 那面具也不好找 我这边跑了几十家店 才找到 庆辰点点头 淡定道 我本来确实要去报到的 但计划有变 此时此刻 他终于找到了 与庆辰有关的信息 对方这会儿 应该混进了会议中心 穿着和举阵制服一样的衣服 戴着同样的白面具 这或怕不是想混进举阵 偷偷听一下举阵的秘密吧 戴着面具的情况下 连举阵自己人 都很难分清谁是谁 不得不说 庆辰总感觉 庆辰就像是一个主角模板似的 穿越后 就成为庆氏九龙夺底里的强劲竞争者 有野心 有人帮助 还有胆量 混进举阵那边探听消息 怕是很多人都会觉得 庆辰这种人 才是时间行者里的主角吧 骑马龙湖公社这些人 是这么想的 事实上 时间行者里很多人拿到的 都像是主角模板 例如和金秋 泱泱 郑远东 幻宇 都像是天选之人 就连南庚辰 穿越后遇到的那些事情 都像是上辈子拯救过地球似的 不过庆辰觉得 这也是群体穿越的有趣之处 话说回来 当他知道庆辰人在会议中心里伪装着 他就放心了 不然 两个庆辰忽然撞在一起 岂不是非常尴尬 庆辰让李懿去接人 自己则等他离开后 给留得住 南庚辰 罗万牙三人发去消息 盯着举阵的人 以及所有身穿举阵制服的人 如果举阵里有人偷偷脱离人群 你们就跟上去 想办法知道他的房间 我需要这个人的信息 另外 如果有红叶 举阵 袍哥 红伞伞 三江口的人离开会议中心 也告知我 留得住 收到 南庚辰 收到 罗万牙 收到 在庆辰看来 庆辰虽然可以混进举阵队伍里去 但总要有脱离的时候 不然他跟着举阵回酒店房间 那就露线了 所以 不管是谁中途脱离队伍 都有可能是庆辰 这时 李懿带着21个人来到庆辰面前 二老板 这是咱们组织分散在各个城市的时间行者 有基因战士 也有普通人 本来还有五名装载了机械一只的成员要来 但他们机械一只都没电了 所以只能留守家里 等待几天后的穿越 穿越时间 回归时间超长后 带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弊端 表世界可没有大蘑菇一样的云流塔 而李世界所有机械一只 又都是特殊的无线充电技术 而且 大家的机械肢体 在李世界 都是随时在充电的状态 回到表世界后 等没电的时候 才终于想起这茶来 早先 江雪的机械肢体 仅仅高强度使用了一次 就面临着断电的麻烦 还是小童云想办法 给他换了集团军高配机械手臂 才避免 以后再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 然而 其他时间行者 可就没有江雪这么幸运了 大部分时间行者 所拥有的机械肢体 跟江雪最早用的级别是一样的 好些个时间行者 刚回归七天 就变成了残废 有机械手臂断电的 有机械腿断电的 有些浑身上下 都是改造机械的时间行者 现在躺床上 跟高位结瘫似的 眼瞅着再不回理世界 怕是就要出事了 今天上午 还有媒体报道呢 有些改装了机械腿的时间行者 是被人推着轮椅送过来的 太坚强了 到现在为止 只有少数组织搞出来了 小型的给机械肢体充电的设备 大多数时间行者是没有的 这玩意技术其实也不难 但关键就在于 大家不可能一个月内就完成量产 对于有些商家来说 还需要考虑值不值得量产 理世界无线充电设备的问题 要知道 时间行者总共才三五万人 其中最多五分之一的人 装在了机械肢体 就算卖充电设备太贵的话 很多时间行者买不起 太便宜的话 又覆盖不了商家的成本 所以 这事就很尴尬了 只能时间行者 自己慢慢想办法 攒钱把机械肢体 换成高配的 就算这样 也还存在一个问题 万一哪次回归时间是一年 那么高配机械肢体 虽然能撑一个月 但剩下十一个月 也得瘫着 万一哪次回归之后 不再穿越了 某些时间行者 又买不起高昂的充电设备 那就真跟高位结坦 没什么区别了 沁尘打量着面前的时间行者 加上礼仪在内 合计二十二人 这个人数 足够他做一些事情了 用别人的人 做自己的事情 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这时 罗万牙发来了消息 五城的三江口 组织驱车 离开了会议中心 会议中心的三楼 郑远东此时 正默默地看着楼下 来来往往的蜘蛛侠 死士 皮卡丘 史莱姆 还有葫芦娃动画里的 蝎子精 和穿山甲 时间行者们 思维还真是天马行空啊 一旁的陆远说道 郑远东问道 有没有接到庆尘 没有 陆远摇摇头 这货消失了 尼尔狗手在出战口 站台上也空无一人 郑远东交代道 再出战口等他 还是不太保险 下次开会 直接派车去他家里接他 老板 你说他会去哪 陆远有点纳闷 他不直接来会议中心 还能干吗 不知道 郑远东摇摇头 正经人的思维 猜不到他的思维 不过那小子 起码是有底线的 多多少少算是个好人吧 咱们用不用这么防着他 他就一个人陆远疑惑 你看看未来 神代 陆岛的欧洲分部 现在有多糟心 就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了 郑远东转身往外面走去 盯好消息 郑成现在哪里有时间行者出事 就去哪里找他 一准没错 行 对了 白昼的其他人呢 郑远东问道 我看酒店登记 他们总共四个人 填写了餐会回职 庆辰 留得住 南庚辰 罗万牙 其中后三个 已经抵达酒店入住了 陆远说道 只不过 他们出酒店后 不知道到了哪里 不是说他们装扮成史莱姆了吗 郑远东问道 老板 会议中心里 现在有31只史莱姆 没法分辨 哪个是他们啊 路远无辜道 郑远东点点头 这俩人倒是无所谓 那个罗万牙你 给我盯金点 别让他在会议中心里发展佳人 这白昼里面 怎么什么人都有呢 此时 会议中心在展会上 给所有人准备了下午茶 会议中心的边缘 摆着长长的桌子 桌子上放着精致的小点心 咖啡 果汁 举阵的成员们 站在桌子边上 也不吃东西 只是与其他人攀谈着 一名举阵成员小声说道 学长 你觉不觉得 不远处那两只史莱姆 好像一直在盯着我们 他对面的举阵成员愣了一下 转头看向一旁的两只史莱姆 不过 当他转头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 史莱姆并没有看着这边 没有吧 他们不是在看小姐姐吗 举阵成员疑惑道 不 我总感觉他们俩在看我们 这两只史莱姆 一直在看我们 另一边还有一头绿色的小恐龙 在看着他们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过 举阵和红叶 在这次联合会议里 应该是最耀眼的 被人看看也正常 一名女生笑着说道 这话倒是没错 这两天被关注最多的 就是举阵与红叶了 他们享受着 其他时间行者的目光 昂首挺胸地 保持好自己的仪态 就在此时 一名举阵成员有些疑惑 我也感觉 那两只史莱姆 好像在盯着我们 另一名举阵成员 大大方方地笑道 没关系 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说完 他大不留心地 朝着两只史莱姆走去 两只史莱姆蹲在地上 留得住小声说道 你还能不能靠点谱了 我怎么不靠谱了 南庚臣不乐意了 我说 要把史莱姆换掉的时候 你说 你有备用方案 结果你的备用方案 就是扮成葫芦娃 留得住说道 怎么了 葫芦娃的衣服不打折呢 我吃巨姆购买的 南庚臣说道 但葫芦娃的衣服 他不遮脸啊 留得住痛心疾首地说道 还有 假冒胡小牛和张天真的事情 怎么能告诉他们本人呢 我这是做人以诚实为本 你懂什么 南庚臣说道 那现在怎么办 先商量好 如果有人问我们的身份 我们该怎么变 要不冒充昆仑的人 或者九州的人也行 南庚臣想了想说道 那被人发现了 不是会很尴尬吗 我有办法了 别说了 举阵有人脱离队伍了 他可能就是老板要找的人 哦 是来找我们的 留得住说道 却见对面的举阵成员 来到两只史莱姆面前 你好 你们两位是 南庚臣愣了一下 我叫留得住 留得住猛了 他死死盯了南庚臣一眼 我叫南庚臣 俩人相识一眼 留得住心说 这特么跟直接暴露名字身份 有什么区别 举阵成员看这俩人 神情中有些不解 留得住这个名字 好耳熟 等等 你是白昼成员 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 留得住与南庚臣落荒而逃 就在好多人的注意力被留得住 南庚臣吸引的时候 另一边 罗万牙戴着一只大号黑色口罩 一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四处溜达 一边默默观察着举阵那边 这时候 举阵队伍里 忽然有一人离开了 罗万牙眼睛一亮 他与不远处 另一个戴着口罩的人 使了个眼色 那名年轻人点点头 跟了上去 而罗万牙自己 则继续留在展馆里 盯着举阵 429 皮卡丘不喜欢待在精灵球里 休 对于罗万牙来说 他来郑城 可不是参加会议的 更没兴趣参加时间 行怎么搞的 Cosplay 他来这里 就是配合老板 从举阵那边 把庆园给找出来 不过罗万牙默默观察了半天 他忽然发现 这偌大名声的举阵 组织结构好像并不严密 更像是国外大学的 高级学生社团 有能力 有野心 但最终不过是年轻人 他本来还担心 自己会被发现来着 结果并没有 罗万牙忽然在想一个问题 这些举阵成员 要比老板的年龄还大一些 相比之下 自家老板 根本不像是一个正常的学生啊 到了晚上 他汇总了一下信息 发到群里 老板 总共有四个人 离开过举阵的队伍 其中两名 有返回了举阵的队伍 似乎跟举阵成员 都是彼此认识的 还有两名离开后 没再回来 一人回了酒店房间 住在 JW万聚1324房间 一人离开了会议中心 找了个族域中心捏脚去了 两小时后才离开 消费888 庆辰 很好 继续 罗万牙给的资料 已经非常详细了 就算是正经的侦察人员 也未必能在混乱的人群里 这么快搞出详细报告吧 尤其是 这货竟然连对方去族域中心 消费了多少都知道 888元 捏脚需要这么多钱吗 庆辰有一些困惑 这涉及到了他的知识盲区 这一次 罗万牙可不是孤身一人来的 其他家人虽然进不了会议中心 但可以等在外面 随时能跟踪那些 走出会议中心的人 12名家人 都是一级打底的修行者 这会儿 举阵成员们 看着那两只逃走的史莱姆 默默无语 半晌不知道该说什么 留得住 那两个真是白粮成员吗 举阵里 一名女同学好奇道 一名年轻男子皱眉道 不确定是不是 很有可能是有人冒名顶替的 毕竟谁也看不到 史莱姆装扮下的模样 有人故意抹黑白皱 也很正常 他是举阵的老板 叫做陈碎 这次也是他带队来到会议中心的 陈碎知道一些关于白皱的事情 主要是海诚还有一位泱泱 他曾邀请泱泱加入举阵 结果泱泱拒绝了 理由就是他已经加入了白皱 从那时起 陈碎就时刻关注着白粮 他想知道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能够吸引泱泱加入 对了 还有胡小牛和张天真 这两位在落成的时候非常低调 但海诚的很多学生都知道 这两位可是顶级富二代 据说也加入了白粮 三个海诚引人注目的学生 同时加入了白皱 所以 白皱在海城的名声已经很大了 这恐怕是沁尘都没有想到的 对了 杨杨呢 之前听说她也要来参加联合会啊 但是没见他人 有人说道 哦 听她闺蜜说 她刚去欧洲度蜜月回来 要休息两天再过来 一名举阵里的女生说道 众人默默望向女生 大家都是学生 为什么都有人开始度蜜月了 举阵成员们满脑子问候 那名女生说道 你们看我干嘛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她闺蜜真是这么说的 泱泱可能也不知道 她随手开个车 此时给其他同学造成了多大的困惑 单身狗们遭到了十万点的暴击 大家血条本来也就只有两千 十万点暴击之后 他们还道歉 泱泱九万八的血量 沉睡想了想说道 这次联合会议 大家也注意一下 看看白皱成员在哪里 观察一下 白皱老板是谁啊 举阵有成员疑惑道 泱泱会不会就是和白皱的 老板读蜜月去了 沉睡说道 媒体都觉得 时间行者里的某些重要人物 碍于自己的自尊心 一定不会把自己装扮成奇奇怪怪的样子 但我倒是觉得 那些强者都不会太在意所谓的自尊与羞耻 说不定有人就藏在某只皮卡丘里 白皱老板可能已经到了 只不过我们发现不了而已 老板 你在哪呢 来会议中心了吗 怎么没看到你呢 你穿的什么道具啊 一只绿色的小恐龙摇头晃脑地走着 Zerd在小恐龙里面戴着蓝牙耳机 目光在四处搜寻着 本来他是要盯着刘德柱和南耕臣的 结果那俩货被举阵给撑跑了 他丢失了目标 于是 Zerd索性开始找寻自家老板 蓝牙耳机里 患于冷声说道 你有这个闲心 说话声吓然而止 此时 一只黄色的皮卡丘忽然站定 直勾勾地看着对面 一名戴着红色帽子 手里拿着精灵球的时间行者 也正直勾勾地看着他 某一刻 幻于感觉 这祸想要拿精灵球 把自己给收进去了 为什么会有人cost这种角色啊 就因为会议中心里 有几十只皮卡丘吗 幻于看着对面的时间行者平静说道 你不知道 皮卡丘不喜欢待在精灵球里面吗 蓝牙耳机里的Zerd狂笑起来 老板 你为什么这么懂 你平日里在家 都在看什么东西啊 你弟弟可能都没有完整 看过精灵宝可梦啊 幻于愣住了 他忘了蓝牙耳机的通讯 还没有断掉 这一瞬间 他突然想杀人了 这都是什么鬼 联合会议啊 为什么不是正经开会 而是搞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郑城的某个涮羊肉火锅店里 三江口的八名成员 正围坐在一桌 其中一人看着清汤直发呆 这不就清水火锅吗 能煮出味道来 三江口的老板笑道 这是北方的特色 他们到了冬天 就喜欢吃涮羊肉暖身子 水开了以后 要先下羊肉 肉好不好 一看汤色就知道了 好肉煮完之后 汤色还是轻的 不好的肉一煮 这白水就浑浊了 还有这说法 对了老板 咱们要不要也整一身制服啊 你看举着那一身黑色制服多好看 还有红叶的藏蓝色也不错 三江口的一名成员说道 这不来不知道 来了以后才发现 原来时间行者聚在一起 竟然这么多 且听他们说了一些其他组织的事迹 都好厉害啊 咱们三江口 好像还没做过什么轰动的事情啊 三江口的老板面露尴尬 不急吗 我们现在低调发展 李长青也离开一号城市了 这就是咱们发展的好机会 这位老板叫做张岳波 武成人机缘巧合之下 成了时间行者 因为之前就是武成比较出名的 业余足球队队长 处事公寓 会办事 所以成了三江口的会长 不过 武成的时间行者 被打压得很厉害 他所对应的一号城市 之前被李氏李长青 给好好离了一遍 好多时间行者 都被控制到了李氏手中 剩余的 只能苦哈哈过日子 所以 别的时间行者来郑城 都看起来厉害得不得了 去的都是最高档的餐厅 结果三江口来吃涮羊肉 还没订到包间 别的时间行者是来餐会的 他们则像是来见世面的 一名三江口成员好奇道 老板 你说 李氏控制的时间行者 会不会也来参加联合会了 这是肯定的 张岳波想了想说到 毕竟他们控制的 时间行者太多了 你根本不知道 谁是他们的人 李氏界财团的能力 还是要警惕啊 不光是李氏 还有神代 鹿岛 陈氏 庆氏的人 我怀疑都来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些 千万别被李氏给盯上 万一这里有李长青 那个狠毒女人的人 咱们就遭殃了 说话间 涮羊肉的店门被推开了 门外呼啦啦走近二十多人来 张岳波低声说道 我见过其中一个人 是郑城本土的龙湖公社的李毅 这些人估摸着都是时间行者 据说龙湖公社和泰城的光明公社合并了 庆城走进来 像是丝毫没有看见三江口这边的人一样 他对身后的龙湖公社成员说道 各位坐吧 远道而来我请大家吃个饭 成员们客气道 谢谢二老板 三江口等人低头吃饭 听到这称呼利马 看了庆城一眼 心说原来这是龙湖公社的大人物 这时李毅对庆城低声说道 二老板 您带着这些人到底准备干嘛 三老板那边刚才问了 他要这些人还有用 庆城看了李毅一眼 李毅 你加入龙湖公社多久了 李毅回答 表示借两个多月的时间 庆城说道 你觉得你是跟着王振北更有前途 还是跟着我更有前途 李毅突然愣了一下 赶忙说道 当然是跟着您更有前途了 所以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王振北的话听听就可以了 我的事才是要警示 庆城说道 我打算组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班底 你意向如何 李毅疑惑 为什么 庆城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觉得龙湖公社只需要有一位老板 李毅震惊了 大老板不是您父亲吗 太子要造反了 另一边 庆城新说 难怪时间行者如此配合庆园 庆园也没被庆史发现 原来他父亲也穿越了 一般情况下 父子的姓名同时与李世界重合的概率极低 后天改的名字有不算数 所以很少出现父子同穿的情况 庆园的父亲不仅穿了 还创办时间行者组织一心扶持他成为影子 未来还辅佐他成为庆氏家主 这样一看 庆园就更像是主角母版了呀 估摸着庆园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是时间行者里的主角吧 这个信息对庆城来说太重要了 庆城耐心对李毅解释道 我父亲对我约束太多 而且他身子骨还硬朗 我不想当一个傀儡 李毅一瞬间就挠补了一步夺敌 宫斗大戏 心中大呼过瘾 但他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不对劲 这时 三江口的一名成员起身去上厕所 庆城对李毅笑道 没关系 刚才说的信息你消化一下 我去一趟洗手间 他朝厕所走去 三江口的那位成员已经小便结束了 开始洗手 庆城看了他一眼 便钻进了单间里 三江口成员本来想离开厕所的 但鬼使神差地留下来 捏手聚脚走到单间门外 他听到庆园在里面低声地跟人打着电话 我看到三江口的人了 据我估算 他们组织内部应该没有高手 咱们龙湖公社 这次要联合神代 路导一起把时间行者一网打尽 要不就拿三江口先开个刀 三江口成员面色大变 他刚忙走了出去 待到庆城走出厕所的时候 三江口那一桌已经空了 李毅这边为庆城涮好了羊肉 丝毫没察觉 龙湖公社即将面临怎样的灾难 430是什么遮住了眼 咻 还是那句话 自己付出努力得到的情报 才会认为是真实的 就像是人们永远不会记住 那个跋山涉水来见自己的人 只会记住自己跋山涉水去见的那个人 此时 就在昆仑举办联合会议的档口 三江口组织突然受到了死亡威胁 不出意外的话 龙湖公社肯定是要出意外了 庆城想到这里 笑眯眯地看向李毅 吃肉吃肉 以后都是自己人了 做大做强 再闯辉煌 李毅这会儿还嘀咕呢 隔壁桌的人也真有意思 刚点的肉材上桌 人就匆匆忙忙走了 这不是浪费吗 我看他们临走前 还把账结了 屠杀 一旁有时间行者狐一道 我刚才看他们在嘀嘀咕咕的 不知道说什么 嘀咕的时候 还看了我们好几眼 会不会跟我们有关系 李毅笑着白白手 咱们都没见过他们 跟咱们能有什么关系 吃饭吃饭 薄薄的羊肉片缸 丢进锅里就烫熟了 李毅眼巴巴地等着沁尘 动了筷子 自己才敢带着下属们 动筷子 沁尘给对方倒酒的时候 李毅竟然还站起来 鞠躬端着杯子 李毅给下属倒酒的时候 也是一模一样的 看来孙楚慈说 龙湖公社官僚气息重 倒是真没说错 只不过 这顿饭吃的沁尘有点糟心 李毅喝了点酒之后 开始吹嘘起 龙湖公社做的事情 而罗万牙那边的手下 已经走访完正成时间行者 查到了一些关于龙湖公社的事情 并发了信息给沁尘 王振北逼迫某个三级会员 把妹妹灌醉 但那个三级会员 根本就没同意 结果王振北 李毅等人 将这位三级会员殴打一顿 殴打过程中 三级会员不堪受辱 从七楼的办公室破窗而逃 三级会员摔在了楼下的车上 没有死 但这一摔 也导致他脊椎断裂 现在成了高位解贪 这件事情 有很多目击者 但龙湖公社对外的解释是 对方不慎跌落 与别人无关 不止这一件事情 罗万牙那十二位下属 只用了半天时间 就整理出了七件证据确凿的恶事 半天时间就能整理出这么多 那如果调查的时间更多一些呢 庆辰欣慰于 罗万牙这边的情报体系 开始渐渐有了雏形 同时 他看向李毅的目光 也越来越冷 三江口的八个人 急匆匆地打了两辆出租车 回到会议中心 他们到了之后 直奔昆仑成员所在的展厅 大嗓门说道 昆仑的领导们啊 帮帮忙 有人要杀我们 初老是找谁 当然是找警察 这是中国人 如今根深蒂固的思维了 会议中心里 是负责行动组的路远带队 这位陆队挑挑眉毛 谁要杀你们 三江口的会长张岳波说道 是龙湖公社 你们有仇吗 路远不解 没仇 张岳波愤慨道 我们是五成的 他们是正成的 以前都没怎么见过面呢 我们是去紫行山路 吃侧羊肉 正好撞见了龙湖公社的人 我们的人上厕所时 撞见了他们的二老板 于是留了的心眼 偷听对方打电话 对方说 他们联合了神代 路倒的人 准备对正成的时间行者 进行一次清洗 打算拿最弱的三江口 先开刀 这会儿 会议中心的展厅里 可是有很多人的 各个组织 几乎都有人在这里 组织与组织之间 正在互换名片 表示以后多联系 多合作 此时此刻 展厅里的时间行者们突然听说 有这么一个时间行者组织 竟然要伙同境外势力 威胁他们的生命安全 所有人都开始紧张了 一名在场的皮卡丘冷笑道 国内出现这种时间行者组织 还真是令人所不耻 我们在场这么多人 不如一起 把这什么龙湖公社给围剿了吧 此人顶着皮卡丘这么萌的装扮 用如此凶狠的语气 说着杀人放火的事情 这场景真是莫名的震撼 旁边还有一只史莱姆说道 我听说龙湖公社还在正成欺负弱者 逼迫下属把妹妹冠晕 送给那个叫王振北的 那个下属不同意 被逼的跳楼 摔成了高位劫瘫 人就在正大一副院的1237病房里 另一只史莱姆说道 这种组织 怎么能在境内存在 还有没有人管管了 路远看了他们一眼 又看向张月波 确定是龙湖公社的人吗 对 张月波肯定说道 我见过其中一个 叫做李毅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人群里还有另一个 李毅对他很恭敬 可能是他的老板吧 王振北吗 陆远一饿道 张月波摇摇头 我不知道王振北是谁 只认识李毅 陆远看向时间行者们说道 大家稍安勿躁 这件事情 昆仑一定会处理的 调查之后 也会做出公示 没人注意到 举阵组织里 正有一位戴着白色面具的年轻人 默默地打量着所有人 没有惊慌 没有异动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他目光朝着时间行者人群中扫去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下一刻 这位矩阵成员 趁着所有人注意力 都在张月波和陆远身上时 悄无声息地朝着展厅外退去 他却没注意到 罗万牙的余光 其实一直都锁定着这边 TT KEPA R N O 庆成在涮羊肉店里 并没有真的打电话 而是给罗万牙发了一条短信 张月波回去闹起风波时 谁偷偷离开现场 谁就最有可能是庆园 因为 龙湖公社如今是庆园的龙湖公社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势必要第一时间确定消息来源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罗万牙看着那名年轻人离去 立马跟了上去 一边走一边给庆成发去短信 找到鱼了 对方已经知晓龙湖公社的事情 我这边跟踪他 尝试着看看他在哪个房间 庆成只是简短地回复 小心 这时 涮羊肉店里 铜锅下的炭火烧得正旺 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 李懿的电话响了 他拿起来一看 赫然是二老板庆园 李懿喝了八两百九 此时已经有点萌萌的了 他看向身旁的庆园 憨憨地笑道 二老板 您不就在我身边呢吗 有啥话您直说就行了 正成这地界 我李懿 刹那间 李懿的脑子 像是被惊雷劈中了似的 仿佛反应过来了什么 他看着面前的年轻人 对方正笑得格外灿烂 然而 就在这一瞬间 李懿忽然感觉 有什么轻弱无误的东西 缠住了自己的手腕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失去了控制 仿佛灵魂被拘禁在了某一处 再也不归属 他自己了 李懿眼睁睁看着自己接通电话 然后醉熏熏地说道 喂 电话李庆元冷声道 还有心情喝酒 很好 李懿的语气 像是清醒了一些 二老板 庆元平静道 会展中心这边都在传 你和王振北勾结了神代 陆导 准备对会议中心 这边的时间行者发起袭击 是这样的吗 李懿像是一下子就醒久了似的 这是跟我没关系啊 都是三老板的主意 我还劝他来着 所以 跟你一起涮羊肉的人 就是王振北对吧 他人呢 让他接电话 庆元说道 李懿起身 走到旁边才继续说道 三老板他去厕所 打来的电话就走了呀 现在是我带着外地赶来的时间行者们在吃饭呢 庆元冷笑 现在就滚来会议中心 跟昆仑解释 就说 三江口血口喷人 放心 他们没有证据 别的事情可以沾 但对昆仑 九州来说 唯独神代 陆导不能沾 这是底线 一旦哪个组织被人污蔑 勾结了神代 陆导 那么在国内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昆仑怕是会把他们追杀到天涯海角 而且 组织内部都会重判清离 谁愿意加入一个勾结神代 陆导的组织呢 庆元不在意礼仪 王振北的死活 但龙湖公社不能有事 会议中心的昆仑临时办公室里 郑远东正看着所有时间行者的入住登记 庆辰的二维码 还是没有出现 陆远推门入 老板 刚刚底下发生的事情 您都听到了吧 嗯 听到了 郑远东淡定回应着 看样子 神代 陆导又要有动作了 我们是不是提升戒备等级 陆远问道 我这边可以从其他几个城市 再调人过来 郑远东抬头看了他一眼 不用 啊 陆远疑惑 您不担心吗 郑远东平静问道 所有人都知道 此时郑城的昆仑成员最多 连九州都回来了一批潜伏者 如果你是神代和陆导 会不会这个时候过来送死 他们又不傻 但我跟张月波确认了一下 确有其事啊 陆远嘀咕道 嗯 三江口没有骗人 他们肯定是听到有人说了那种话 才慌慌张张地跑回来找我们 郑远东点点头 但你记得我今天说过什么吗 啊 陆远更猛了 郑远东看着陆远说道 哪里有人搞事情 庆城就在哪里 不用担心 看看他到底 想干什么 龙湖公社这个组织 我本来打算在审判庭建立后 第一个用来杀鸡景侯的 以此来建立审判庭的威信 但现在 看来 他们撑不到审判庭成立了 陆远没有去欧洲 但郑远东 可是全程参与了的 所以 当初欧洲发生的一切 跟当下发生的事情 是何其的相似 总结归那一下 就是一个脚屎棍出现了 然后所有时间行者组织 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打得不可开交了 换作别人肯定想不到庆城身上 但郑远东不一样 他向来 相信自己的直觉 陆远犹豫了一下说道 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依据吗 总不能什么证据都没有 就归到庆城头上吧 依据 郑远东沉思着 依据就是 他偷偷摸摸来郑城 还躲着尼尔狗 肯定是想搞事情的 如果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 那么 其中某一件 可能是庆城干的 神代那边 在国际时间 行者圈子抗议的时候 九州的回答很简单 红叶是一个民间自发组织 不代表官方行为 当时差点给神代的人气死 李懿醉醺醺地看向 沉睡和安心 勾结神代 路斗 不要说得这么难听 我们龙湖公社 只是决定与他们合作而已 而且我觉得 老板们的这个决定 没什么问题 展厅李懿哗然 李懿这不就等于承认自己 勾结了神代与路斗吗 一旁的某只皮卡丘 看着李懿冷笑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与龙湖公社势不两立 如果去了李世界 有机会追杀各位 我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一只史莱姆嚷嚷道 打死他 另一只史莱姆 把王振北也打死 还有一只绿色的小恐龙 摇头晃脑喊道 打倒卖国贼 这时 举阵的沉睡还是冷静的 他走到李懿对面 平静说道 在你们 还没酿成大错之前 我希望你们能及时翻然悔悟 李懿看着面前的沉睡 所有人都在等着听他说什么 李懿 嘻 推 沉睡是戴着面具的 但这一口口水 竟然精准地 从面具上的眼睛处穿过 糊住了沉睡的眼睛 沉睡